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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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初肯定凱撒在參加台灣第一次的五星飯店的評鑑 我們是第一批報名參加的 那個時候我們就請徐總來幫我們做神秘課的一些講課跟調查 所以今天這個活動看起來 還有各位所有人事主管 很多人事主管 他從東南部上來的 我這兩天跟人事主管頭很痛 在處理一些人事上面的事情 我覺得人事主管非常偉大 行政務人實在是太辛苦了 今天這個我報則今天是感恩服務 所以我今天這報則是快樂員工來服務快樂的客人 如果今天我們來看 我今天提到這個快樂員工服務快樂的客人 我要談一下這個服務業的財管理策略 其實談策略實在是很沉重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在所有的服務業裡面 飯店業是一個標準的服務產業 這個服務的產業真的很難去做品管 我們在很多品管的過程是沒有辦法做品管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客人是隨時在變動的 我們的員工也是有不同的情緒的發展在變動的 所以我們的每一次的服務在客人 在我們的員工在把這個服務給present出去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產品已經完成了 所以如果你沒有辦法做最好的一個品管的過程的時候 所以反而你必須要推展到那個提供服務的機制上面去 所以各位看到網筆他為什麼在人的這個因素上發揮了非常多非常多的空間 為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做品管 所以我必須要調整到這個人的身上來去 所以如果這個人他是非常快樂的 非常健康的 他所提供出來的服務就會依照我們的標準增長 所以剛剛黃副總提到這邊 我記得他的這一棒其實我非常的感同身受 因為你回到那個服務的人的本質上面去的時候 你接下來所有的SOP 你接下來所有的KPI 你接下來所有的benchmark都變得有意義 這個人如果失去了他本身的那個內心的感動的時候 基本上來所有的benchmark 所有的KPI都沒有意義 所以今天我來跟大家來聊聊分享就是說 那我們如何用快樂員工來服務快樂的客人 我記得我在2006年還在台北服務的時候 有一次我們請到一個管理大師來給我上課 他問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時候我就被撞到了一下核心競爭力 各位要知道在20年前我們從學校畢業進入飯店裡面來說 我們被飯店教授的所有的最重要的訓練就是我們要遵照我們的SOP 所以我們是不斷地是有效率非常efficiency的在做我們的business的discipline 所以各位要知道說我們在飯店裡面來講我們的進退必須要有趣 我們對客人的服務我們要怎麼站我們要怎麼做 我們要怎麼跟客人對談 我們遇到什麼樣的客人我們要回答些什麼 譬如說我遇到了如果一對夫妻來到飯店 我們大概不會講說welcome back 知道為什麼嗎 好 我們大概不太會說我要考慮 那麼這是我們在那個時候在做訓練的時候 所以我大概知道飯店的時候 我大概知道飯店我要怎麼做 可以知道非常有效率 可是他們我們的核心競爭力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到底什麼時候我們核心競爭力 我們剛剛到網頂 我覺得網頂的核心競爭力也非常明確 非常清楚 換成我們自己的我們自己的企業裡了 我們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麼呢 於是那個時候我們開始就在畫這個核心競爭力的圖 各位知道嗎 小圈大圈慢慢擴大出去 我都在台北凱撒服務 我畫一畫 我畫半天之後 台北凱撒核心競爭力 台灣只有一個叫地點 location 我想說我的location 覺得台灣沒人跟我比吧 我在全台北市的這個交通最方便的地方 當然location 如果從事房地產的 從事飯店事業的 大概就知道location決定你的事業的情況 很重要一件事 所以我們這個行業裡面就是location locationlocation 沒有location呢 你就沒有後面的事業 可是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真的就是這樣子嗎 以前的時候沒有捷運 現在捷運開了呢 以前的時候沒有高鐵 那現在高鐵開了呢 我們的客人現在已經不再是住在飯店裡來談商業了 他給高鐵坐一下子可以來回了 那我們的location意義是就逐漸降低了 我發現location不是我們的最核心競爭力 那到底什麼時候我們的最核心競爭力呢 後來我在2000年 調給墾丁 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撞擊 因為我這一輩子做飯店都是在做CTL 我從那邊去做過resort 尤其我沒有看過這麼多比基尼 春那的時候大概是我一輩子看到台灣最amazing的一個酒角 於是那時候我想說 我到了墾丁我要做第一把的這個五星級的這個觀光飯店 我只要抓住三個核心競爭力 那三個核心競爭力是什麼呢 那陽光 沙灘 比基尼 圓圖 所以我只要找那三個圓圖在我的飯店周圍的話 那我大概沒有辦法能跟我比嗎 可是陽光沙灘 比基尼 下度也有啊 那浮華河嶺也有啊 那陽光沙灘 比基尼可能很明顯的 它不會是我的核心競爭力 那我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麼 於是我開始在思考說 那如果像我們各位 如果您是企業主 你可以改變很多 如果你不是企業主 意思是一個主管 你可以改變一個部門 如果你是一個team leader 你可以改變兩個人 如果你不是team leader 你只可以改變你自己 那你會改變什麼 你可以做到什麼 於是我就去思考說 那我應該要去思考說 我們如何來創造我自己 或者我這個部門 或者我這個飯店的核心競爭力道 那個時候我開始去思考這個 快樂的消遇責任的問題 我們都覺得快樂 每個人都覺得說我們在做員工的 如果我們很快樂 我們工作就做得很有效率 可是我們會發覺 大概一天10號一天的工作 能夠引起快樂的因素不是很多 大概都是在一些不甘願下去奮鬥 然後在奮鬥中又開始抱怨 然後抱怨的話又要履行 那個目標就打成了 所以如果你把快樂這件事情 變成這個變成這很重要一件事情的時候 它的效率跟責任就變得有意義的 其實在這裡其實也跟我們 在有一些學體上有一點幫助 其實快樂就是以人為people 把人擺在你的非常上位的地方 來注視它去改變它 去讓人的這個元素變成你企業經營 或者你管理部門 也非常重要的一個考量 那麼你的效率就是你不斷去思考 你的business discipline 你的自己人生的process 你的process 你的SOP 你的所有的目標都可以打成的話 那麼效率就沒問題 責任是什麼就是你的conference 就是你讓人家知道說你這個目的性 你的部門的目標是什麼 你的企業目標是什麼 一個人的目標是什麼 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說快樂效率責任做起來之後 我們接下來在你的個人的部門裡面 或者你的team裡面 或者你的公司裡面 你開始會有一個人家堅強的一個 往金三角 那我們知道說如果快樂那麼重要 如果people那麼重要 它比process跟purpose都很重要 那我怎麼讓人家快樂 快樂這個事情其實不是很容易一件事情 我跟各位分享一個案例 我兩千里其實調到墾丁探殺的時候 雖然墾丁不是菲律賓喔 但是從我們臺北人到墾丁 也覺得這個反發政策很大 非常大 我記得我調他去的第一天 我跟任職主管講說 我說我想跟同仁們見一個面 三百個月後分兩天 我說我們見一個面 他說總經理我確定不要 我說為什麼 他說你要知道 你如果跟他們見面 很多抱怨很多事情控制不了這個去年 我勸你不要嘗試這種事 你要知道 你好多總經理要善聽人知主管的話 善聽人知主管的話 善聽人知主管的話 因為長輩的話要聽喔 我說 對啊 我說我們請他們來聊聊聊聊聊 他說好吧 我說還有 但我有兩個要求 第一個要求裡面 所有西級主管不能進來 就是主任以上的人不能進來 第二個要求是你不能進來 人知主管不要進場 西級主管不要進場 我記得我們這個會議室 大概就像這樣一個意思 你要知道進場的人 有人穿的是游泳褲 為什麼 救生員 全身赤黑的 然後有人穿的是跳舞的衣服 因為下午要迎賓要跳舞 迎賓舞蹈 有人穿的是制服 有人穿的是蝙蝠 我說我介紹我自己啊 我總裁可以來 我回來跟大家服務 什麼的 拳上加雀舞 我說我非常高興跟大家見面 接下來的時間 我想聽聽看你們的 有些想法 對戰鏈對於公司 一分鐘靜默 我說你們就舉手 沒有手備關係 你記你 仍然靜默 你覺得如果你在台下 你會取捨 我可以一個從台北來的一個行政進化 講的事情 不會 一任人知主管我們在 單位主管提出 你這樣跑 我上個洗手間 我跟那個旁邊小姐說 我說你幫我準備所有的紙條 你把這些紙條分發下去 你不記你 不要記你 寫完擺在桌上 我上完洗手間過來 那各位我上完洗手間過來 桌子上擺多少紙條嗎 滿滿的紙條 開始一個念一個念一個地方 你原來才發覺說 你原來才發覺說 你即將要面對的一個環境 你即將要看到一個組織 你即將要看到一個單位裡面 有多少的積怨 他多麼的不快樂 我公司過場 為什麼沒有今天 為什麼最近公司的活動很少 為什麼客人現在越來越難服 為什麼我長得對我態度這麼差 為什麼在廚房的時候師傅會對我罵髒話 你知道嗎 做廚房的做kitchen的 大概對我這種態度都很好 於是我先說 可以解決的 我歷史立刻做筆題 我馬上給你解決答案 不能解決的麻煩你 麻煩你等我 我先做這種筆題 於是我發覺 當你在念那些東西的時候 他們所有的情緒都就出來了 開始echo 開始發言 開始笑 開始說 於是我開始進入到 內閣的氛圍回去 可能在這個部分裡面 他並不一定期待你真的幫他做什麼 可是他要知道說 你知道我現在的環境是什麼 所以在這個裡面來講 如果你現在從事是服務業的 是跟人有相當大的關係 我必須要告訴你 你必須要證實一件事情 在我們所有的行業裡面 投身服務業的 尤其像我們戰艦產業的 國的產業是多 我必須要這樣說 他的自尊性不是很高 他自尊性不是很強 他是在一種被壓迫 我的學校可能我輸入的力不是很好的 於是我可能中學畢業或者專科畢業 我是一本大學畢業可是我喜歡 我喜歡做服務 或是我喜歡跟人接觸 我做這行業裡面來說 我開始去幫別人服務 在東方人幫別人服務這件事情 有沒有建立很高的一個自我意識 其實我不斷在自我覺醒 當你在網民看到的時候 其實不斷在創造自我覺醒 其實我們也在做這件事情 各位不知道你們真的做過的服務業 我大學畢業第一次董生三天實業的時候 我第一次幫個人提行李的時候 我第一次接到小費的時候 兩塊美金的時候 我到現在為止記得那種感覺 那兩塊美金對我的感覺 是很大的一個震撼 然後我幫人家提行李的時候 跟在客人的後面的時候 於是你要知道服務產業裡面 所有的服務業的從業人員的自尊心 其實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如果你把服務業裡面的自尊心提高的時候 其實他對於你的企業 對於他的工作 對於他自己的投入的程度 會相對提出非常大 可是你如果不斷去壓迫他的時候 服務產業都會面對到一個問題 第一個他不能久留於此的行業 他會馬上想要離開 為什麼他會非常的痛苦 你們要知道我們隨便一個宴會廳的員工 你看他一個桌子這樣鋪起來 覺得好像你很輕鬆坐下來吃飯 你知道他一定要補幾次嗎 他今天講的鋪鋪十次桌子 十次的桌布還十次的椅子 他每天都要重複做這些事情 我們以前都是在重複做一件相同的 你看起來只有一次 他才做重複非常多的事情 因為他不會喜歡這個工作 因為他喜歡 一定要他對這個工作有非常高的認知 所以自尊心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們在服務業的核心裡面 把人的價值或是客人 或是客人 是把我們員工的價值 開始提升到一個高的時候 像我們貫店服務業 像Ris Carlsen這樣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serves Ladies and gentlemen 其實他就是要把第一個的Ladies and gentlemen 提升起來 我們自己對自我的認知要非常高 你才可以去社會 否則你永遠都是一個社會 你永遠都是一個服役 所以把人的價值擺在很重要的時候 服役的核心境內 開始出現那個不一樣 台灣再來大概 我剛剛跟大華在聊天 台灣從2008年 我們在馬總統的社會以後 其實台灣跟隨著我們跟大波關係的整個改善 台灣大概每年一百萬 一百萬的光客左右 開始往上的成長 其實並不是完全是入客 入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可是其實我們對新馬 對香港這兩年 非常致命的吸引力 最近還有一個國家的客人 也會即將成為在台灣 會破相當高比例的成長 可能30% 40%以上的成長 韓國的國家叫做韓國 韓國接下來會非常高比例的成長 所以台灣在整個亞洲的整體的 觀光版圖裡面 它一開始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為什麼重要的角色 第一個 因為台灣的整體的旅遊支援局是蠻密集的 因為台灣人民非常友善 熱氣溫暖 交通非常好 在台北市 都是非常好 相對的路下也很厲害 說是一舌一席 這一杯 現在大陸的客人到台灣來說 這好便宜喔 你說真的嗎 你真的覺得我們便宜嗎 你在哪個城市 你覺得我們東西很便宜啊 因為那在這樣子一個情況之下的發展裡面 台灣大概兩年後破一千萬的入境的旅客 是持之可待 你知道各位我們從現在到一千萬 你知道我們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來 我們都是兩百萬 到三百萬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的光景 所以每個人都想去蓋飯店 每個人都想去從事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像這種光光旅行投資 很簡單 錢非常有 不管你是透過私募 你透過自己的資金 或者你要公開上市 你可以蓋一個很棒的飯店 可是如果你沒有人跟那個時刻結合 你都沒有混混 你就不會有那個touch 也就不會有那個氛圍 所以剛剛我們在看網民的東西 其實我非常感動的是 其實你要知道 其實它走進那個地點之後 走進那個餐廳之後 走進那個飯店之後 其實它不是在感受你的硬體 今天你天花板多高 你燈多亮 你的杯子多新 其實它感受到是 你這個氛圍的溫暖 當你這個氛圍的溫暖 不夠的時候 它就會喜歡這個地方 它就會再回來 所以也變成是說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就是 我們必須要正視人的這個重要性 如果沒有這個人 我們的服務業大概就很難 再繼續樹立跟別人一樣 那我們就開始看人 我們怎麼把人的地位看錯了 品牌建立以員工為起點 我們大概現在所有的企業 我們在談品牌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很習慣用象徵跟符號 很多人說CI是什麼 企業識別的體系 我們符號是什麼 我們這個給它感覺是什麼 我們要做什麼社會形象也好 我們今天要做很多很多東西 都不斷說我們的品牌很棒 我們品牌對顧客多好 我們品牌是什麼以客為尊 但是大概你如果回到來看 在你剛剛的快樂效益責任理念來講 那個快樂的那個員工那個部分 如果你可以把它變成是你的品牌的時候 你所有的傳達的產品 都跟你的承諾會有落差 我前段時間去一個餐廳吃飯 我便去問這個餐廳 不要菜單拿過來的時候 看很多菜 然後我想我人質長情 看很多菜的時候 我的習慣就問那個 那位服務的人員 那是一個年輕的妹妹 我跟她說 你的餐廳有哪一道菜比較好吃啊 我跟她說 我告訴你 都不好吃 你知道她為什麼都不好吃 有兩個原因嗎 第一個她沒吃過 但沒感覺 第一個她就是 她不太喜歡這個 去網民的飲料 有一次我去網民吃飯 去那個 一家日本料理店 叫做Nikki 然後呢 我請幾個 從新加坡來的朋友吃飯 然後呢 就站不去 哇 Amazing 這種價位 真的超索實 大家吃得很高興 主人就憑面子 然後呢 就吃到它其中有一個飯 有一個辣麵 有個涼麵 那我因為沒點涼麵 他們點涼麵 我說好好吃 真的嗎 真的那麼好吃嗎 給我點了另外一個 那個妹妹就過來跟我說 那個 我底下再幫你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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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你安排一碗 真的可以嗎 當然 好想幫我 於是一碗兩邊就埋了我的心 為什麼 她喜歡嗎 她喜歡的工作環境 她自己也覺得她有成就感 那這個當然也是我們 其實我們壞到所有的服務業 不只在網民服務業 我覺得其實我們 每一個服務業跟 每一件 每一個我們的飯店產業 其實我們如果把 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的這件事情 把它 擺照你的服務項目 就不會覺得 有什麼困難 但是我必須要說 這個跟你的企業文化 有非常大的關係 如果你的企業文化 它容許 為什麼今天明明 只有十個人點涼麵 為什麼出來十一碗涼麵 的量的時候 或你說那一碗涼麵 你給誰啦 如果你沒有容許它的話 它就不會有這樣的 不會有這樣的表現 所以服務業 當你人同此心 心同此理的時候 你一定要給員工 相當的授權 那共同願景 民進組織力量 就是說 其實剛剛 黃副總說 那個是帶動講的 說我們一年要開 多少多少電子 其實那個太重要了 那個重要性已經開始就是說 我們幾個開始在談 我們未來的希望的願景 我各位也是去 我進去墾丁那時候的歷史 我在墾丁服務四年半 那一次的機會的時候 發覺說 救生員看到我被打招呼 什麼 然後沒有交過信 然後談過一些事情 可是他覺得說 我們就是做一個小飯店 那我們未來要做什麼 於是那時候我說 那我們怎麼樣來 提到我們未來的一個夢想 我們知道接下來是什麼 我只是來那邊做一個工作 然後接下來我可能還是會掉走 我可能一輩子在這個地方 於是那個時候我們提出來說 這樣子 我們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如果我們大家認為 我們這個飯店的服務相當好 相當有歷史的傳統 那為什麼 我們不能夠拉到一個國際的平台上 跟大家一起做競爭 那他說怎麼做 所以我們說好 我們開始去申請 世界頂級島嶼飯店裡 我們去參加了也叫做EIHR 一個組織 世界頂級島嶼飯店聯盟 可以參加世界頂級島嶼飯店聯盟 是誰呢 Bogari 是誰呢 阿曼 你必須要有相當的 在你地區上有特色 相當的服務 相當的硬體軟體 你才可以參加到那個組織裡面去 於是大家開始說 那我就試試看 各位要知道 我那時候台北到南部去 南部的那種熱情跟拼勁 是我們北部人 有些地方是稍有的 他們非常的熱情 非常的溫暖 就是說好 我們就一起來做 於是發覺說 當你跟他溝通一個願景的時候 他的目標就很清楚了 否則請問一下 我們到底怎麼來溝通 說明年的業績要做到多少 我覺得所有的業績 只是在那個目標下面的具體數字而已 所以如果你溝通目標的話 我覺得你還不如跟他溝通 我們未來的希望 如果你跟未來的希望非常明確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跟你明確的組織的力量